要控制得好 因為你太稠 它就不留 但如果你稀稠 你切出來 只留下來 只有一個洞 你一定要那麼留出來的就最好 要做到這個效果 說起劉心奶黃月餅的製作工藝 香港點心師傅葉永華一臉得意 30多年前 半島酒店佳麟樓剛開始試營業 葉師傅從奶黃包的餡和蛋塔的牛皮中得到靈感 做出了第一塊奶黃月餅 很快受到了10克的好評 是至今日 奶黃月餅依然是各家點心品牌熱銷的網紅款 經過改良後的奶黃餡變得流動 小小的一塊月餅 葉師傅覺得製作起來可大有講究 因為你的香味就出自在牛油 煮牛油和材料 如果你用些材料不靈 奶黃就不香 你用烤和包的餡和皮的份量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餡太過多薄 它會爆 要適中 皮厚又不好吃 過中秋 吃月餅 葉師傅目前供職的黃月餅義專注做中式點心 中秋將至 黃月集團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 岩韻波有點犯愁 2019年受社會風波影響 市民外出購物減少 月餅銷量頻頻 如今又遇上疫情 岩韻波很擔心今年的銷售情況 但不曾想今年月餅的銷售出乎意料的好 銷量大概是去年的4倍 社會平靜是我們做生意最重要的條件 我本人來說 我覺得我做生意 我就不怕經濟不景氣 經濟一定有高又低 完全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社會要安寧 讓我們可以大家集中做生意 所以剛剛出的《國安法》對我們來說 做一個商人來說 應該是最好的禮物 在社會環境以及疫情的影響下 香港零售業陷入大蕭條 但黃岳今年去逆時開了8家店鋪 岩韻波說 公司的很多點心師傅都是退休人士 萬一他們失業了 一門手藝可能就要斷了 自己想要搏一搏 保住員工的飯碗 我真的不想才能 所以我就自己說我要博一博 我要再開多點店 所以今年有2間店 開了去到10間店 在半年之內開了8間店 展望未來 營運波對香港市場越來越有信心 他也希望未來黃岳能不斷開拓海外市場 伴隨著這份中式美味 將中華文化弘揚至全世界